这个女孩从自己的坟墓里爬出来 两条胳膊上长满了石斑 她捡起地上的相框 照片上的女孩笑容明媚 那是她生前的模样 女孩出了目的 朝家那边亮亮呛呛地走去 她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一到家就直奔厨房里的冰箱 但食物一下堵 女孩就狂吐不已 她只好先回自己房间看看 里面一点都没扁 女孩带着怀念的心情走了进去 妈妈听到动静以为家里来贼了 急忙赶过来 没想到却看到了死去的女儿 妈妈瞬间红了眼眶 把手缓缓伸向女儿的脸 同时也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女儿怕妈妈因为自己而沾染上晦气 连忙后退与她保持距离 这时爸爸也过来了 女儿看到她 赶紧捡起地上的衣服跑了出去 爸爸没看到女儿 还以为是妻子因为过于思念女儿 而产生了幻觉 她紧紧搂着妻子安慰 女孩跑到公共厕所里 打开水龙头不停地冲洗自己的双手 但不管她怎么使劲揉搓 手上的黑斑就是不掉 甚至越洗越黑了 同时她的指甲在脱落 身体也在慢慢腐乱 毕竟现在的她已经是一具尸体 这时女孩却从镜子里发现 自己的眼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眼珠不仅变大 颜色也更深了 体内突然生腾出一股强烈的欲望 为了掩人耳目女孩戴上了墨镜 随后便来到一家酒吧 很快她就被一个中年男子盯上 两人勾搭上后 男人把她拉到了自己车上 就在男人准备大显伸手时 女人却主动扑上来 一口咬住她的脖子 像肯压脖子一样撕咬 神奇的是第二天 女人身上的湿斑拳消失了 皮肤又回到了吹弹可破的状态 她现在和活人没什么差别了 女人走进一家超市 顺了一个路人的手机给爸爸打电话 但接通后女人却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她很后悔生前没听爸爸的教导 之后女人回到出租屋换衣服 中途却被一个光头尾随 女人刚换好衣服出来 就看到了令她意外的一幕 一对情侣尸体并排摆在停尸房里 外面女孩的爸爸十分愤怒 恨不得把男士大谢八块 就是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但女孩的妈妈却说 要把这对真心相爱的情侣葬在一起 丈夫尽管不乐意但也只能答应 不料女孩三更半夜从墓地里爬了出来 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锤打旁边男友的坟墓 因为确实是她害死了自己 几天前两人一起去郊外游玩 但开车的男友却显得异常鬼 竟然闭着眼睛开车 只见对面来了辆高速拖拉机 男友依然闭目养神 把女人吓成你手机里的第一个表情包 男友不仅不躲避反而还加快了速度 幸好最后没有撞上去 下车后男友拿出一种围巾药品 哄骗女孩吃了下去 两人都吃了后 眼睛里竟流出黑色液体 就这样他俩双双躺进了停尸房 女孩复活后回到租房换衣服 此时却听到开门声 没想到竟是爸爸和女房东 两人想在这搞事 女孩心里瞬间怒了 不过他没有马上发作 而是等房东一个人进房间后 从背后偷袭了他 女孩撂倒房东 立马大口撕咬起来 看着满脸鲜血的女儿 爸爸震惊了 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一个陌生男子冲进来 二话不说就冲女孩腿上开了一枪 但已经成为丧尸的女孩根本不会死 乱枪之中男人倒是打死了女孩的爸爸 危急时刻女孩破窗而逃 被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女人救走 他也是丧尸 人称金姐 从他口中女孩得知 刚才开枪的男人是劣尸者 专门消灭他们这种死而复生的丧尸 现在金姐想带女孩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有很多劣尸者 不适的安全之地 但女孩并不想走 于是在途中打开车门 跳下了悬崖 女孩发狂般地踹男友的墓 恨不得把木砖踢烂 把男友拖出来编尸 这是因为女孩死而复生后 找到了男友的好基友 好基友告诉他 男友在遇到他之前 经常跟一群狐朋狗有鬼混 女孩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男友设计害死的 而且男友还千方百计地 让他复活变成丧尸 得知真相后 女孩一心只想找男友讨个说法 他踹开男友的墓碑 却发现里面啥也没有 女孩顿时确定自己受到了欺骗 现在是既伤心又愤怒 此时一个光头男从背后悄悄靠近 正是之前尾随他的人 光头用电棍将女孩电晕 金姐这边 他一回到家就被潜伏的敌人偷袭 好在金姐警惕性强武力之高 顺利反杀 没想到家里不止一个敌人 金姐走进房间 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老者 正坐在椅子上等着他 这人气定神闲地抽着烟 一看就是老大 金姐掏出匕首刚要刺向他 就被背后冒出的敌人袭击 用电棍电晕了过去 两人都被猎势者用铁链拴在房间里 猎势者威胁女孩和他们合作 帮忙完成一些非法交易 并告诉他男友已经加入他们了 下一秒男友果然现身 又开始花言巧语地哄骗女孩 说自己已经找到永生不死的方法 他俩能永远在一起了 女孩只能假装相信 再找机会逃走 半夜女孩趁大家都睡着后 偷偷撞晕首门的 然后救出了金姐 不想这时惊动了另外两名守卫 他们从后面追上来 女孩趁其不被咬伤了其中一个 转头就抓起另一个的脑袋 朝墙上猛砸 拥有不死之身的女孩 此时也杀红了眼 一群守卫都不是她的对手 女孩带着金姐准备开车逃走时 男友却从背后出现 按住了女孩的脑袋 一边掐着她的脖子 一边让她不要离开 但女孩已经觉醒 不会再信男人的鬼话 只见她猛地发力反身 前驻男友 瞬间扭转局势 女孩用电棍电晕了男友 然后坐上车带 金姐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不要杀我》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原片